12月2日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官方宣布主题风格,确定为龙行达达,欣欣家国。 众所周知春节晚会一项从年初就开始筹备,全部的综艺都经过不断排演,最终才能呈现在大家面前,主题更是重中之重。 主题公布后,不少人都非常期待,与此同时在综艺方面,让本山大叔陈佩斯回归投票决定,但两人也离休。 是绝不可能再度出来当主持人了。 据网站爆料今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主持人尤萨贝宁,宁格买提,龙阳,任鲁玉及其马凡叔和新手王嘉宁。 春晚的导演团队决定了节目,嘉宾和主持阵容的整体安排,在团队确定的情况下,接下来的时间将通过一些细节流露,来判断是否会有阵容的调整。 每次春晚的主持人变更,都像是一场接力赛的传播,既是一种责任的交接,也是风格与气象的更新。 他们将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彩,这个问题留给时间,也留给他们自己。 这份主持人阵容名单,无论是谁缺席都透露出极为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主持人董青确定不会回归,虽然早就知道他再度出席的可能性不大,但是看到确凿消息,还是不免感到唏嘘。 主持人的花期并不长,再加上央视带有才人出,主持人阵容更新换代的频率极快。 董青原本就快50岁了,今年再不出来主持,恐怕就再也没机会在舞台上看到他了。 除此之外,一向被誉为董青接班人的李思思,早前也官宣离开了央视,正式转型做主播。 周涛也离开了老冬家,这三位纪尼平后被看好的重磅主持人也没有了合体的机会,或许半死这时间流逝,会有越来越多的主持人离开,属于80后,90后的主持天团一去不复返,除了年龄不合适外,也总要给年轻人机会。 这两年平凡露面的马凡叔,龙阳,王嘉宁风平包扁不一,主持功底还需要多加历练,相信今年他们如果有幸再次主持春晚,一定会比之前表现得更加出色。